说起郭晶晶,很多人对她的印象,都是世界冠军豪门好媳妇之类,因为处于豪门的她姐姐,低调从不炫富,更是被大家所推崇,而且和霍奇刚结婚这么多年来,两人感情更是论爱如初,从未有不好肥文传出。 郭晶晶可以称得上是豪门里最受好评的第一位富泰太郎,国家队的金牌,豪门里的阔泰,郭晶晶没整容没耍大牌,没有像其他嫁入豪门的某些人一样处处炫富,动不动就买几十万上,百般买进衣服包包,平时穿衣打扮十分的节俭,也没有为了留住青川去整容,也就是那么淳朴自然。 这时的有些人说她穿衣品味差,和演艺圈儿的女明星同旷显得土比较土气,但是她土的可爱,土的纯真,低调中具有着内涵,是玄妻两母的典范。 郭晶晶不是娱乐圈的明星,不用考虑戏里戏外多么光鲜亮丽。 她身上有很多标签,冠军,豪门,唯独牛戏子。 前段时间,郭晶晶受邀与张子林,法国富豪Linda一起参观展览。 Linda的老公是法国的传统贵族,其丈夫卡罗是法国巴黎尼德和玛丽鲁家族的第三代传人。 比一般的明星家底强大太多了,和他们在一起,虽然郭晶晶的身高不如他们,但面对这种站在社会顶层的人之中,丝毫没有怯场。 只手投足自然而然,赞发着让人不敢不尊的气息,为此很多网友称赞,这次,你又给我们中国人长脸了,彻底秒杀法国豪门媳妇的风头,无论怎么样。 他俩的婚姻是真的很幸福,只有老公的宠爱,老婆才会越来越漂亮。 这种有理到外的福相,真的不是金钱可以做到的,夫妻最好的样子,大概就是彼此变成了更好的人,喜欢金刚这夫妻聊,学习的榜样。 娱乐圈的宠妻狂漠,不止获其刚一个,像周杰伦,黄晓明他们都把老婆宠上天。 还有一个更厉害,直接把老婆宠到生活不能自理,就是梅婷的老公增见了,看过妈妈是超人的朋友都知道,梅婷老公有多宠她。 孩子不用她带,家务不用她做,只要负责指挥就好。 这样的老公给亦达得不嫌多。 前段时间,梅婷在拍一部励志青春电视剧《我的不惑青春》,梅婷演的女主河佩锦,是一位陷入跨境的都市女性。 她曾经在最好的年华放弃事业,选择成为模范妻子。 各当婚姻走到尽头,才发自己一无所有。 年轻不火,她没有自愿自意,而是依然改变人生轨迹,勇敢的追求失去的青春。 从现场拍摄的剧照看出,身穿举组衣服的工作人员,在现场很努力的拍摄,看得到衣服都湿透了。 真的是很敬业,《我的不惑青春》,讲述一个中年危机的女人,在遭遇一系列挫折后,勇敢的把命运的时钟拨回到二十岁那年的下一天。 重启人生在青春的励志故事,之前网友曾讨论过,市场上温和没有一部讲都是大女主的剧。 表现女性的独立与自我,这部剧就颇令人期待,以嘱咐的重生为主题,深度探索女性内心成长。 从图片可以看到,原来拍戏是那么的辛苦,媒体如今都很有自己的不同之处和魅力,在演艺圈都有不错的成绩,并且也都是实力派的演员,演技得到无数网友的认可和喜爱,也都很低调,没有负面消息和炒作。 一直在专心的拍戏,用演技来征服观众。